這個叫做ListLit 挖礦軟件 名字叫做秘銀 我用了一個月 現在挖了18.5個 它是怎樣用的呢 其實就像普通的 類似WhatsApp的應用程式 安裝之後 版面會互相拍照片 影片 大家互相分享 如果你看到 像這個版 裡面有很多用家 你可以 加入 加進去 可以加好友 然後給個心 另外一個 可以加好友 然後給個like 給個like 再給個like 然後可以再找其他 然後給個like 這個又給個like 你給了Like他就會見到你分享的影片 他就會給Like你 你又給Like他又給Like你 互相給Like就會產生了秘銀幣 這個我自己放上去 這張有0.00029 這張有0.0059 這張有0.0058 每一日你可能放了十多張或24張 最多放了24張的視頻或者圖片 每24小時就會清光了 你又要重新再拍 你每一張都拿到0.000幾個秘銀幣 你儲存一下就可能會儲存到很多 你儲存到後就要提出來 怎樣提出來呢 他剛剛今天就開了一個叫做 秘銀金庫 秘銀金庫你連結了他的網站之後 你再登記回去 註冊了 他就會將你的幣 就會轉了過去 同步了過去 剛剛才出的 這個今天才出的 我又試了 他轉了之後 他裏面 這個要打一打 等我登錄了 他這個版面是網頁版的 他就同步了我18.5個秘銀就在這裏 剛剛今天才開始 還未提取得的 不過你就可以在交易所裡進入錢 這裏是我的秘銀的地址 你可以在交易所裡直接進入錢 你不進又可以 你自己在這裏 零成本慢慢掘 他裏面就有 對幣 對幣即是什麼意思呢 即是即將推出 即是他接下來 就可以用秘銀換以太幣 或者換其他幣 他暫時應該會先換這個以太幣 因為他已經開了有個以太幣的錢包 現在還未可以 應該明天就可以 24小時後應該可以用到 那我可以直接把秘銀幣 轉成以太幣 以太幣又可以再去其他帳戶 轉回其他幣 或者直接提款都可以的 除了資金這裏之外 還有一個秘存的戶口 秘存戶口很有趣的 最少要存100個秘銀 我可以放在這裏 秘存會計算30日 等於你放在銀行 做一個定期 30日之後他就會解封 你又可以拿出秘銀 有其他用途 如果你放在這裏有什麼好處 他就會提升了等級 你越多的秘銀 他的等級就越高 不過暫時就好像 未看到他怎樣分等級 可能會陸續有的 他等級越高的話 他就在你剛才的List 軟件 媒體掘礦 你等級越高 避銀行掘礦幣的速度越快 所以現在 反正你放在這裏 就放一下 沒什麼所謂 我開回List 怎樣掘礦的呢 我去外面版面 其實我已經存到317個粉絲數 很幼的有445個 其實一個月左右 都不難記 我上傳影片的時候 就按中間那個圈圈 按中間那個圈圈的時候 他就會拍照 或者錄影 或者上傳自己的相片補上的照片 拍照 拍照之後 他就會 顯示在這裏 其實可以看回 應該最多24張 24個圖片 或者24個視頻 那些朋友 粉絲 他們都會見到你 見到你 他又會 點擊一下 或者留言一下 就自然就會有那個粉絲 有那個Coin 有那個避銀 這個做法就叫做 多媒體 的掘礦 就是這個意思 等於你Facebook 互相分享的影片 一樣 跟你Facebook 微信 互相分享的視頻 大家互相Like 其實那些就沒有錢 但這個 是有錢的 所以大家可以試一下 我都用了不太長時間 等待它改善一下 因為它還是 起步階段 希望它會預做好 今次的影片到這裏為止 拜拜